跟紅在哪裡啊 抬腿 GO GO 全往換行的鏡子抽 跟著練 Come on 9 5 6 7 1 Come on Good 各位 你這個藝毛 我穿短袖的藝毛什麼東西啊 你這個藝毛對你來講 真的是你的困擾 王婉飛選擇置入送除毛機 各位鄉民們想必都知道原因 劉高宏最早開始健身直播時 就因為曾經露出藝毛被抖音停播 之後他只好替毛出場 沒想到抖音依舊沒放過他 加油 煩惱 壓力 全部丟掉 Come on GO GO 為了怕抖音再把我們斷播 我們先穿多一點點 5 6 7 8 大腿提起來 祝他身體健康 跟著我們直播間 一起跳起來 我們穿羽絨服 趕快穿起來 好像背景不夠了 我們背景不夠了 有辦法被陷了 看到了嗎 說我 發生什麼事 各位 蛤 她說什麼 醫療疾病 第一次因為一毛被禁 第二次因為胸肌太大被禁 第三次因為助周杰倫身體健康被警告 就因為抖音這無厘頭的違規理由 讓劉更洪在已飽和的健身直播市場中 殺出一條邪路 抖音漲粉50倍 從135萬變成6879萬 直播在線觀看兩三百萬 光流量跟李玉就不知道探多少 連王曉飛都曾在他直播間黃斗內 官名價碼最高更來到五百萬人民幣 前途早已不可同日而語 小黑我拜託你好不好 跟他一起去上課 我還不如自己一個人走 看看劉更宏 1990年剛出道時 還是個輕瘦美少年 不過這個畫面非常短暫 接著他就開始健身 進化成肌肉男 大家看我的外型 可能都會覺得我像是一個肌肉男 以前我也曾經被笑過說 我是一個擺斬雞 我常常打籃球的時候 飛到空中被人家撞倒在地上 常常因為這樣受傷 因為這些小原因 我就下定了決心要健身 我只求能借一點了 時間來陪你卻倆 同情都不給你 兩個人 伸手直到白髮 常常自由的飛翔 在燦爛的星光 我把同學送給我的巧克力 也全部送給你 表示我的歉意 一道冷空氣 真的嗎 嗯 你真是好人 劉更宏的心路演歌雙七 卻始終只是個配角 尤其對外界來說 他最出名的代表作就是周董 只有這個身分 那在寫歌的時候 認到這個更宏呢 他在那個時候呢 已經是歌手了 而我還已居在他的錄音室 他給我衣服穿給我吃的 並沒有給我車子 對 但是他卻在我到處遊玩 享受他的人生 然後有一天那個 唱片公司的表演 有很多大老闆要來看 那時候我就很緊張 第一遍這樣唱完之後 台下完全沒什麼反應 我想說 這怎麼回事 跟我說你唱得太小聲了 然後跟宏呢 默默的 我後來才知道 他們讓我唱第二次的原因 是因為跟宏默默的去告訴 工作人員說 再給我一次機會 第二次呢我就好好的唱 於是有機會發片了 除了是周董出道的推手之一 所以兩人還曾一起經歷過 瓦斯中毒的危險關頭 我家就住在公司旁邊 他就到我那邊去洗澡蒼蒼 那那一天 我們正好可能打完籃球 他可能 想要洗乾淨 這樣洗了比較久了 洗了這樣一個小時 沒有想到 他洗完之後 我從沙發一起來的時候 我就突然覺得 頭就變暈了 然後後來他就告訴我說 那個溫蘭在旁邊嘛 我們當時寫歌什麼 我還以為他在開玩笑 我說怎麼可能 溫蘭應該睡在沙發上 好 結果真的吐白沫 結果我就說 杰倫 我們趕快出去 叫他把溫蘭可能抱出去 去叫救護車或什麼 後來沒想到 我去拿鞋子回來的時候 我就發現頭非常暈 我就想不行 我們是不是食物中毒了 還是怎麼樣 因為瓦斯中毒 完全沒有味道 對 我就打電話給依舊 但是當時整個頭一幕穴 我就說杰倫 你趕快去外面求救 求救 然後他就爬出去 他也是用爬的爬出去 一同經歷過生死 兄弟之情有多深 可想而知 周董也是個重情重義 懂報恩的人 成為天王后 也不吝嗇 帶著劉跟宏一起 劉跟宏算是在你手中 要捧起來吧 其實一直都在捧的當中 這個怎麼還不把他推出來 我覺得這個是等待那個機會這樣 因為我其實碰到一些導演 老實講 我一直有在推薦更衡的作品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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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碰到 之前就碰到一些大導演這樣 我就會給他們看 當場 我還自己準備 你說張英某當你拍黃金甲 你就會說 這是我的朋友 吳宇森 那時候我是自己拿DVD 我自己戴那個機器 我怕他回去不看 我自己先戴DVD的機器 在那裡叫步步高 對 我就放 裡面就是劉跟宏的作品嗎 對 因為我剪接他一些MV的 還有他自己的體能訓練 體能訓練 你不說吳宇森 我圍豆腐店家八六 原來家垃圾 小朋友 今夜 不要從山道到處走 把地方給分高 蛤 半個月前你記不記得 下午三年要取分的空中斷 只是我不想選你 用頭去撞籃板 地圖早點交出來 圖先生也就不會那麼快死了 哼 看過地圖的人 通通得死 從接近天王 變成天王的快樂夥伴 劉跟宏並不是只在旁邊當花瓶 天王過去那令人懷念的完美肌肉 可都是歸功於劉跟宏 他有一個遺傳性的 僵直性脊椎炎的病痛 當他疾病發作的時候 他在演唱會上面 疼痛的讓他沒有辦法 照常的去表演他的動作 前兩年 用我們一起製作 天台愛情這部電影 我利用監製的身份 半威脅 半鼓勵 希望他來跟我一起練健身 最後 他真的完成了我們所設定的目標 八塊腹肌 人魚線 可是這只是附加的價值 更讓我高興的是 他開始從事各樣的戶外運動 在天王身邊久了 劉跟宏也曾試圖開創自己的事業 只是開個健身房 天王站台是必須的 投資餐廳J Cafe 店名帶個J就算了 上海店更是裡裡外外 都充滿濃濃周董味 門口還擺著人形立牌 難怪會被誤認為是周董開的店 最後周董所屬傑維爾公司 看不下去要求撤照 並發出聲明澄清這家店 與周董無關 劉跟宏頓頓時成為網友笑柄 她是一個從小大到 就是長得非常可愛的一個小女孩 2017年劉跟宏不靠天王好友 帶著女人小泡芙上 爸爸去哪兒舞 終於火了一波 除了杰倫的快樂夥伴 另外還有了小泡芙的爸的名號 無奈節目散名氣也散 我要分享的健身 是可以改變人生的健身 調整呼吸最大強度的一個動作要來了 就在今年劉跟宏果然靠健身改變了人生 她的直播代操紅遍大論 雖然用的音樂還是周董的歌 但歌早已淪為配角 沒人會再說她是蹭周董 而她的經歷更告訴我們 人生就是要不斷的努力堅持 因為何時你突然就紅了也說不一定 記得要勇敢 來從我難關 更好的你我是多麼期待 難過的時候就把我的視頻打開 他日在相見 讓我的表情無根口袋